风潇潇是没想到 买他们杀逍遥 没引出什么新人物来 此刻本以为是万无一失的 杀boss夺宝行动 却一下子引来了两个 眼下当然是两大主题 一是要夺回清明剑 二是要保住逍遥的性命 以免五百万花的不值 第三 就是要捡回自己丢失的 第五柄疾风无影 风潇潇没想到 第三个机会 这么快就已经落空了 风潇潇一脚飞向三剑客 蒙面双勾一勾勾空后 立刻转身 跑去拾起了那柄飞刀 同时又一转身 朝着boss摆放过一体的地方跑去 显然是要过去 拾起风潇潇掉的那柄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风潇潇这一脚 刚把三人的攻势打乱 立刻又抛下他们 转身去拾起自己掉的飞刀 风潇潇的速度 当然要比蒙面双勾快些 飞刀自然被他捡回了手 不过这个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如果再丢掉的话 风潇潇就该抽自己嘴巴了 蒙面双勾扑向了风潇潇 风潇潇根本都不理他 因为知道打他也没用 根本打不中嘛 一个飞身从他身边掠过 再次扑向三剑客 手一扬已是甩出一刀 但是三剑客正巧在进行换位 这一刀竟然莫名其妙地 就被他们避过了 风潇潇一愣 又抛下形势不力的刘月不顾 跑去捡暗器了 等他再回来时 本就没有反击之力的刘月 更是凄惨无比 身上已受了几处轻伤 怎么会这样 刚才看他虽然场面被动 但还是防得滴水不漏的呀 再看逍遥那边 在蒙面人的拳脚相加下 竟然也开始节节败退 就连他的对手眼中 都露出了疑惑不解的目光 此时的风潇潇 都不知道帮哪个好了 只得一声大吼 都退下 说着 两掌不由分说地推出 这在今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两人心领神会 突然向房窜出 风潇潇的旋风已经卷出 但这边的三剑客 和那边逍遥的对手 实在是有些远 风潇潇有些照顾不过来 一向喜欢杀手的他 就将旋风丢向了三剑客 三剑客在今天 也不是第一次领教风潇潇的这招 三人突然被靠背 呈三角形战力 手舞剑花 想把寒风挡在身外 但三人的联手一旦拆开 武功实在是下降了太多档子 这样的伸手 根本不足以抵挡 流风回雪的风速 蒙面双钩 在风潇潇出手前 已经又一次 成功地躲开了这个圈子 而逍遥的对手 也没有在这攻击范围之内 逍遥跳开之后 他立刻紧追其后 刘悦此时 已经跑到风潇潇的身后 只有这里 才是流风回雪之下 最安全的地方 而逍遥此时 也正朝这个方向跑来 而他的身后就跟着那个蒙面人 而蒙面双钩 此时也正迂回着绕向风潇潇 他们已经看出来 要打断这可怕的旋风 只能是绕过旋风向他出手 风潇潇却不甘心就此被打断 对逍遥和刘悦说道 干什么呀 你们两个一个挡一个呀 都跑我这来干什么呀 刘悦附在他耳边道 不行了呀 没内力了 逍遥大概已经猜到了他说什么 只是向风潇潇点了点头 风潇潇一愣 的确 两人拼命使用自己最强的绝技这么多次 内力肯定消耗得相当严重 此时内力枯竭 不能说是巧合 而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规律 补充内力的药 风潇潇其实还有 但是自己也得伸手去怀里拿 这一拿的话 招式非断了不可 而逍遥和刘悦 也不可能伸手去自己怀里拿 这样的话应该算是盗窃技能 江湖里似乎没有传说过 有这么一套心法 两边的蒙面人都已靠近 他们尚不知道 逍遥和刘悦已经没有了内力 以为两人都是为了躲避流风回血 所以才跑来这里 因此这接近的有些小心翼翼 风潇潇却乐得他们如此 这样再磨蹭个一会儿 三人肯定又要一命呜呼了 三人此时一边挥剑一边向风潇潇靠近 虽然没能完全挡住寒风 但多少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但风潇潇估计 如果这三人不是超人的话 应该没机会来到自己身边了 他们刚才移动出旋风的范围 才是最明智的举动 但是这三人 不知是猪油吃多了 还是自信心太强了 居然想在寒风下靠近风潇潇攻击他 就是飞云也没有过这么大胆的举动 两个蒙面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只得加快速度冲了过来 风潇潇无奈 这下不动也得动了 正准备收招 忽然听柳若旭一声呵斥 嘿 看招 接着 三人看到柳若旭已经凌空而起 双手一扬 五颜六色 成双配对的孔雀灵 顷刻间迸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华丽的就像流星雨一样从天而降 是彩色的流星雨 如此奇异的景象 众人都只有张大嘴巴仰望的份 孔雀灵只分成了两波 一波射向蒙面双钩 一波射向那个蒙面双拳 蒙面双钩的闪避变态 躲过这些暗器不是难事 但是那个双拳就有些不计了 左躲右闪 还是被一枚射中了右肩 此人的身子微微向右一侧 显然这一标是很有威力的 柳若旭毫不留情 又一撒手就是两波 但他也听风潇潇他们说起过 蒙面双钩惊人的闪避 此时料想自己也不可能将其拿下 所以这一次射向他的少了几枚 大部分都投向了蒙面双拳 蒙面双拳刚才的七枚尚且没有避过 何况这次又多了几枚 拖着受了伤的右臂 连转个身都不太灵光了 这一波下来又被插上了两枚 柳若旭第三次出手时 他已然绝望了 闪避变得只是走走形式 孔雀灵的攻击力也没有让人失望 这一把下来再中三枚之后 此人终于彻底地挂掉了 柳若旭那攻击力弱得 让人有些发指的漫天花雨 在三次出手 六枚暗器之后就已经击毙敌人 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要知道 当时飞云被柳若旭结果 先前受伤 生命下降了大半不说 最后身上所中暗器的数量之巨 也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此时 柳若旭完全没有依靠外力 凭借自己的实力 亲手打倒了一人 逍遥跟刘月一起拍手欢呼 帅啊 风潇潇也看出来 柳若旭的暗器速度 比以前快了不少 当然是因为孔雀灵的出手速度 也超越了一般的暗器 蒙面双钩此时 也有些灰心了 自己纵然有躲避千招万事的闪避 却没有打倒眼前几人的实力 而三剑客们 此时正在寒风中挣扎 估计不久 就要今天第二次回复活点了 蒙面双钩想要施以援手 却被柳若旭的暗器 缠住脱不开身 柳若旭的暗器 一洒就是一把 从数量还有范围上来说 都是目前群商武功中 首屈一指的 而这招的攻击力 是几种当中最弱的 恐怕这也是为了维持平衡吧 这一把暗器洒出来 自己逐一避过 其实比避任何招式都吃力 此时边躲边向那边移动 时间上恐怕已经是来不及了 而另一边 刘月跟逍遥已经跑过去 研究怎么把剑从半死的人手里抢下来 此人被逍遥一掌就打至昏厥 但是手仍旧紧紧地握着宝剑 两人又锤又打都是无济于事 逍遥怒了 叫道 把手砍下来 对这个意见本身 刘月没什么意见 只是有些躊躇 有砍下手这种设置吗 哎 万一一刀砍死了怎么办呢 那可就带着剑走了 逍遥略意躊躇 哎呀 不管了 堵这一次 一会儿他要是醒过来 该下线了 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刘月点点头道 好 说着闭上眼睛 一刀就砍了下去 两人清晰地听到扑的一声 接着就是一声惨叫 张开眼睛 手并没有断下来 只是在鼓鼓地向外流血 死人痴痛 已经惊叫着跳起来 但是身子根本无力支撑 随即又倒下了 更重要的是 刚才一刀砍下 他手一松 随后又跳起身来 剑已经落在了地上 逍遥是一阵的欣喜 刘月甚是心狠手辣 对着对方的要害又是一刀 嘴里还在为自己开脱 奶奶的 叫你抢我们 这人的惨叫都没发出来 就已经化光而去 地上只留下了散发着淡淡清光的清明剑 逍遥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恨不能趴在地上 连大地一起抱在怀里 石器宝剑就想挥舞一下 可惜现在的内力已经是枯竭了 使不出什么招式 只能非常平庸地刺了两下 刘月微笑道 恭喜啊 逍遥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站在那里开始发愣 看情况是在短信通知好友 这个特大喜讯 那边风潇潇的战斗 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犯下致命错误的三剑客 在发现不可能接近风潇潇身边 向他出手时 想要退出寒风的圈子 也已经是来不及了 三人的招式虽然相同 抵抗力却是有强有弱 先后白光闪过 三人也追随着两个同伴去了 场上只剩蒙面双钩一人 他仍在柳若旭 孔雀灵构筑的漫天花雨中历练 同伴一个接一个地先化 他的心里也不可能平静 一个不留神 种了一枚孔雀灵 风潇潇解决了三剑客之后 朝刘月跟逍遥 一人扔了一颗补内力的药 两人都是真是良久 最后都塞入了怀里 一同坐到一旁 去练功回复了 同时一指蒙面双钩的 你搞定 风潇潇暗骂了一声 一招流风回雪 朝着蒙面双钩起去 蒙面双钩现在 已经是且夺且退 柳若旭的漫天花雨 攻击范围广 角度多 而且不像流风回雪 每次出手的范围 都是固定死的 因此躲闪起来 比流风回雪还要难 此时他又受了伤 身子到底不大灵变了 流风回雪加漫天花雨 这样强力大范围的群商武功袭来 除了上天和入地 他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 虽然大家都会轻弓 但轻弓也不是金斗云 不具备上天的功能 蒙面双钩只能是长探一声 被寒风和暗器一起包围住 孔雀灵遭遇流风回雪 和一般的暗器却也并无两样 一样在旋风中被改变了方向 暗器出手之后的力度 主要还是取决于发出他的武功 此时的孔雀灵 也算是在风潇潇的控制下了 因此 刘若旭的手中 也尚未出现回复的暗器 七色的孔雀灵在旋风中飞扬 更显得绚丽 而身在旋风中的蒙面双钩 此时已经是无心抵抗 身至风潇潇的流风回雪当中 再强的闪避也是无效的 孔雀灵尚未对其展开攻势 风潇潇忽然发现 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流风回雪的 第四种用法 出招的时候 撒一把暗器进去 不过 全江湖只有柳若旭一个人 可以对暗器用撒这个动词 和靶这个量词 孔雀灵的攻击力 肯定要比柳若旭以前用的 那件暗器强多了 因此 此时的旋风加暗器的组合威力 也远胜之前酒楼里的那回 而蒙面双钩 此时还被身亡 只是因为风潇潇另有计划 只听风潇潇大叫道 把我的疾风物影还回来 我就放你走 蒙面双钩是蒙着脸的 自然看不到她的表情 但是风潇潇 也能看得到她听了自己的话后 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风潇潇隐约觉得 自己的想法 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原本已经放弃抵抗 站着不动的蒙面双钩 突然向旋风外冲去 她的意思 当然是死也不肯把 疾风乌影还回来了 风潇潇的心中起火 也不再给她留余地 双掌一吐一息 牵引着孔雀灵 向她身上招呼去 蒙面双钩晃得几晃 受寒风的影响 她平时敏捷的闪避身法 也慢了不少 虽然孔雀灵 在悬风中的速度 实在是不敢恭维 但还是中了两三枚 蒙面双钩无声无息的 就像被风吹走一样 消失了 收了流风回血 孔雀灵纷纷落地 瞬间就消失了 不是被刷新 而是回到了柳若旭的手上 这个就是自动回复的变态效果 可以说是这个比较真实的游戏中 最不真实的一面 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天杀一共出现了六人 全部被干掉 除去最近常见的蒙面双钩 还有三剑客 又多了两个没见过的陌生人 但是这两人的武功究竟如何 还无从考究 夺剑的那个一时大意 被逍遥一掌就给废了 连一招都没显露过 而另一个和逍遥短暂地过了几招 看上去和逍遥的破玉掌不相上下 后面是死在柳若旭心得的孔雀灵之下 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连那个闪避狂都被柳若旭压制了 本来一般的玩家都能够硬扛的漫天花雨 现在由于孔雀灵的出现 恐怕白小生的兵器谱 得再重新赎血一下了 而柳若旭也要跨入一流高手的行列了 不过风潇潇觉得 要说顶级高手他现在还够不上 因为出手速度不能跟几个名家相比 遇上那种挥起兵器来 连自己寒风都能挡住的人 柳若旭的漫天花雨肯定也是突破不了 柳若旭在今天是大出风头了 连杀了几个高手 包括飞云这种江湖上排得上号的 而且又不劳而获的得到了超级强悍的暗器 光是名字数量还有自动回复的属性 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了 孔雀灵 小说中的暗器之王啊 虽然现在到手的似乎跟书中描述的很不相同 看柳若旭那个兴奋的样子 风潇潇也不想再泼他什么冷水了 今天如此辉煌的战果 全杀天杀六人不说 三剑客在今天又在风潇潇的手下 好事成双了 算上之前 刘月跟风潇潇杀他们其中两人那回的话 已经是帽子戏法了 三人的实力显然已经深受其害 今天联手半天没能拿下刘月 就是铁证 估计这三人现在是恨死自己了 花了五百万 就是为了引出天杀隐藏的高手 找机会看到几个蒙面人的真实面孔 今天算是出现了两个 但是这两人没有给出像三剑客 蒙面双钩那样的惊喜 而且这两人显然不是因为那五百万才出来的 风潇潇有些后悔 觉得当时自己好奇心太盛了 现在想来 为了看这么两人花上五百万 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啊 而三剑客现在是公然在人前出现 根本不蒙脸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易容 蒙面双钩倒是一直蒙面 但是此人闪避高强 打都打不中他 还想从他脸上把蒙面掀下来 而且大概是因为风雨飘摇的不幸遭遇 天杀的人现在蒙面蒙得都比较紧 刚才在寒风中的蒙面双钩 蒙脸部连一个脚都没有被掀起 风潇潇在怀疑 他是用胶水沾上去的 激逗了一天 还真有些累了 风潇潇坐到一块大石头上休息 柳若旭也坐在一旁玩他心得的暗器 风潇潇的心里也在盘算 今天这趟收获可算是非常大 只是不知道这boss更新时间是怎样的 以后应该经常来打才是啊 一个想新式 一个玩暗器 片刻之后 刘月跟逍遥已经站几身过来了 风潇潇望着两人 好了呀 逍遥说道 差不多了 刘月也点点头 风潇潇望着逍遥手里的清明剑 笑道 今天你爽了吧 逍遥极其享受的点点头 突然出剑 四道清光闪过 风潇潇听到身旁的岩石快速地发出四声响 回头一看 已经是四分五裂了 逍遥赞道 哎呀 真是好见哪 说着 反复地抚摸着 表情和一旁的柳若旭 有一举同工之妙 风潇潇对着刘月苦笑了一下 哼 他们俩可是爽了呀 咱俩算是白忙了 刘月怂怂尖道 哼 可不是吗 逍遥只在一旁咧着嘴傻笑 风潇潇道 这boss不知多久刷新一次 咱们以后要经常来杀呀 刘月说道 那以后啊 就得每次和那几人打架了 你是说 他们以后也会常来 哎 你记不记得 那个拿着剑的人说了一句 你们还真是走运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杀boss好几回了 还是第一次看到出剑 逍遥这时点头道 我记得 他是这么说过 现在明白了吧 他们这伙人呀 肯定知道这里boss的刷新规律 所以美机必到 今天正巧跟咱们撞上了 肖肖你进骨的时候 不是说听到有人说话吗 我估计就是他们 而且是比咱们早到的 后来呢 可能是察觉了咱们的行踪 所以啊 就先躲着起来 逍遥道 哦 难怪了 千沙里 奇怪武功还有厉害兵器这么多 刘月又对风潇潇说道 还有 刚才他们飞出的那柄飞刀 是你的疾风无影吧 你丢的那一柄在他们的手里 我猜啊 你就是丢在这鼓里的 还有 你说你遇到这两个boss被杀了 恐怕和你丢暗器是在同一天吧 风潇潇点头道 对 的确如此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从那个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这两个厉害的boss 或者也是在那一天发现的 在山谷中 正巧捡走你丢的暗器 风潇潇难难道 那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就能杀了这两个boss吗 而且我当时一直从谷外 跑到boss这里 根本就没有看到玩家呀 今天咱们也是一路走进来的 一样没看到人啊 他们还不是说出来就出来了 至于当时能不能杀了 谁都不知道啊 不过现在他们要杀的话 应该很容易了 哦 怎么杀呀 就像咱们一样 风潇潇沉思 刘月直接道 他们有超强闪避的那个人 我们有你这个轻弓强人 你们同样负责的 是引开一个boss 风潇潇接着道 而攻击的 我们这边是你跟逍遥配合 他们呢 就是那三剑客联手了 肯定是的 那三人联手 boss那么傻 肯定不是对手 大家纷纷点头 刘月继续道 我看啊 他们身上的古里古怪的装备 武功 都是从这两个boss身上打出来的 只有这么强的boss 叫出他们的变态的武功 才合理吗 风潇潇沉吟道 那我就想不通了 他们的武功都是这里打来的 那他们之前是用的什么方法打的boss啊 这个嘛 就只有去问他们了 刘月转而笑道 嗨 其实啊 今天也不算白来 这boss的经验还真是不少啊 逍遥跟柳若旭一起拼命地点头 风潇潇也打开经验看了看 奇怪地说道 诶 这也算很多吗 风潇潇说着就妄想三人 却看到三人都是似笑非笑的表情 风潇潇突然反应过来 上前就要和逍遥玩命 你这个王八蛋 提我出队 还没加我回去 我的经验啊 逍遥连忙讨饶 诶 好了好了 是我不好 不过你别忘了啊 杀第二个boss 最后一招可是你出的 那些经验 我们可一点没分着 最后一集的经验 可是最多的 你应该知道啊 我知道个屁啊 那boss大多数的血 都是被你俩杀的 我就是踢的最后一脚 得的经验也有限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 逍遥只能是苦着脸 任凭风潇潇敲打 其实肚子里 也是跟刘月 还有柳若旭一样 狂笑不已 只是不能显露分毫 必须装作十分虔诚的 忏悔的模样 风潇潇郁闷地 发泄了一会儿 但遇上这么一个 不抵抗政策 发泄都显得十分的没趣 而且还得时时提醒自己 不要使上武功 以免失手打死他 这样越打越是压抑 打得风潇潇只想哭 还是女孩子 比较有同情心 上来安慰风潇潇 没事的 那点经验 咱们练起来很快的 我都没动手 也没得多少经验呢 风潇潇其实也不是 在意那点经验 只是因为自己一无所获 心里有点不平衡而已 所以适当地宣泄一下 听柳若旭这么一说 再闹的话 就显得自己小心眼了 于是也就平静下来 对众人说道 这暴死 咱们下次还来打吧 逍遥也说道 对啊 管他天杀的人来不来呢 咱们也根本不怕他呀 逍遥得了宝剑 如虎添翼 豪情何止万丈 刘月说道 哎 你们放心好了 我猜这boss的刷新周期啊 一定很长的 你听他们刚才说的 才打的几个 如果从捡消消暗器 那天算起的话 恐怕一个月才刷一次 都有可能 逍遥也点头道 嗯 的确有可能 这么强的boss 掉这么好的装备 天天刷那还了得啊 这么好的装备 被逍遥加重了语气 边说着 还边抚摸着手里的剑 风潇潇鼓起啊 今天他下了线 手里没剑的话 恐怕觉都睡不着了 刘月又说道 哎我说 你这两天 可要更加的小心了 你的命值五百万不说 现在啊 又抢了他们的宝剑 话还没说完 就被逍遥打断了 什么抢 是他们抢咱们才对啊 刘月笑道 哎呀 我知道 但是在他们眼里 可不就变了味了吗 我可不相信 他们就此不会再打 这把剑的主意了 风潇潇去说道 没事 反正这几天 我们会二十四小时的 贴身保护你 反正现在天杀 也多次看到咱们在一起了 我们也就不偷偷摸摸的 在暗处保护了 咱们这几天啊 就在这练急 顺便看看 这boss还会不会刷出来 三人全都同意了 风潇潇又发号施令 好了 现在大家都挺累了 咱们回城先吃点东西吧 还想玩就玩一会儿 不想玩了就先下线吧 总之 大家这三天 先统一行动吧 柳若旭却有些忧心地说道 我看现在 就算过了三天 逍遥也不一定安全吧 他拿了天杀 自以为是他们的剑呢 风潇潇宁笑道 我主要是为了拿回五百万 这才保护他的 钱拿回来了 谁管他死活 逍遥骂道 我靠 你个没意气的 却也只是嘴上说说 心里知道 风潇潇不过是在开玩笑而已 刘月也有些忧心地说道 哎呀 柳小姐说得在理啊 这以后 恐怕就跟天杀的人卯上了 这帮人 来一个两个咱也不怕 要是几个高手一起出动 我承认 我是对付不了的 风潇潇又开始狂笑 嘿嘿 我有轻功保命 我不怕呀 三人白了他一眼 逍遥也实话实说道 哎呀 这个的确有些麻烦呢 风潇潇突然又变狂笑为悲笑 这个不用担心 刘月现在也没帮派 就跟着我和若婿混 逍遥啊 你要么也过来跟着我们 要么呢 就尽量和邦里人在一起 会有什么事啊 逍遥无奈道 哎 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咱也不怕丢人 说实话呀 真要我一个人 对付天杀那几个 我也不行啊 刘月望着风潇潇跟柳若婿道 嘿 我看呐 你们俩联手的话 应该可以天下无敌了 两大群伤武功啊 现在又有了孔雀灵 强啊 风潇潇有些谦虚地说道 炼吉的话嘛 真的是无敌了 四人说说笑笑 一起回了襄阳 又跑去柳若婿的饭馆吃了一顿 逍遥此时 比较想回帮派 找朋友们炫耀一下清明剑 结果遭到众人的批评 什么大敌当前 不应该无组织无纪律啊 不能因为虚荣心 拖集体的后腿啊 剑是你的 又不是戒的 你急什么呀 等等等等 说的逍遥是汗流加倍 仿佛自己犯下的 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九族饭饱之后 累了一天的四人 都感觉到深深的倦意 于是决定就此下线 风潇潇为了五百万 甚至提出了 这三天干脆不要上线的建议 遭到众人的鄙视 批评她 不要因为金钱 而蒙蔽了双眼 游戏的规则 是一定要遵守的 你这个 是对天杀的不尊重 风潇潇反驳 我本来就不尊重他们 众人又是苦口婆心地教育她 什么敌人 比朋友更值得尊重 而且你花这钱 就是为了对付天杀 现在又急着把钱收回来 你的初衷何在 你简直是不尊重你自己 风潇潇听得 慌慌张张就下了线 和逍遥一起回了寝室 老大跟聚宝盆 都还在奋斗中 逍遥其实是几人中 最身处险地的一个 但此时也挡不住 她的好心情 关键还是在于 游戏中的死亡 实在是没什么威慑力 真要到了利益重大的关口 死几次又有何妨 死多少次都能够重来吗 果然如风潇潇所料 逍遥的手里没有剑 根本睡不着觉 一直抱着一个枕头 反复地抚摸着 一直坚持到老大 跟聚宝盆回来 其实已经在游戏中 群发通知过这个特大喜讯了 但还是坚持 要详细地再描述一遍 这过程说起来 还是比较曲折离奇的 老大和聚宝盆 这才能耐着性子听下去 老大最后给逍遥 道了一声恭喜 聚宝盆则表示 明天要去见识见识 她的清明剑 最好也能看看 传说中的孔雀灵 其实在众人当中 聚宝盆对于打boss 是最有积极性的 因为boss主要还是意味着宝物 而不是什么经验 杀boss是一个长期 而且艰难的过程 这段时间花在 打小怪上所得的经验 恐怕还超过打boss 所以 boss这个东西 在游戏里 就是一个十足的送财童子 聚宝盆是爱宝的人 当然也爱打宝 但是中期转型 由爱宝变成了爱财 于是爱打宝 也就变成了爱赚钱 但是对装备的热情 还是丝毫不减的 只不过一般的装备 在她眼里都变成了商品 因为自己实在是用不着 聚宝盆都不记得 自己有多久没有打怪练集了 老大还有逍遥 都私下里觉得 聚宝盆 离江湖已经越来越远了 一个在游戏里 扮演伤人角色的玩家 到底能在江湖中待多久呢 早期的时候 大家是在担心 风潇潇三分钟的游戏热度 但是现在 风潇潇是越来越兴致盎然 在江湖中的名头 比谁都想 而聚宝盆 会不会哪天突然觉得 赚这么多钱实在是没意义 就突然舍弃江湖 这成了大家比较关心的 所以平日里 经常给聚宝盆 讲一些江湖中 热血沸腾的战斗 希望能唤起她内心的冲动 但是说来说去 也就只有说到什么 极品装备的时候 她的眼睛还能跳一跳 不过作为江湖首富 游戏里最大的倒卖商 什么装备没见过 一些普通的极品 还真提不起她的兴趣 而且在江湖中出现的 顶级高手手中的 那类极品武器 真的是非常少 直接导致这类武器 根本就是有价无市 谁要是得了 费了一身武功 配合武器重新练都愿意 要不然 逍遥有聚宝盆 这样的首富朋友 怎么可能至今为止 一柄剑都收不到 所以 真是这种超级品的武器 聚宝盆也真没见过 逍遥向她担保 自己今天得的清明剑 绝对是这种武器 这才激起了她些许兴趣 表示明天要来襄阳看看 顺便考察一下市场 风潇潇 刘月 萧瑶 柳若旭四人 下线之前 已经约好了 统一上线的时间 第二天时间一到 立刻一起出现在了 柳若旭的饭馆里 昨天大家就是在这下的线 而聚宝盆 也是跟风潇潇他们一起上的线 此时正在火速地赶来 一堵清明剑的风采 向刘月跟柳若旭 说明了情况 于是四人在酒楼里静坐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是游戏里最短的距离 聚宝盆不一会儿就赶到了 清明剑 孔雀灵 顺便又参观了 风潇潇的疾风无影 跟刘月的圆月弯刀 风潇潇跟刘月的 都已是兵器谱的上榜武器 已经是代表了江湖武器的最高水平 而对于逍遥 白小生早就有过评语 只要有超级品的剑 一定能够进入前十 估计用不了多久 清明剑就会出现在榜单之内了 逍遥是游宝 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 而不是那种藏着掖着的个性 而柳若旭的孔雀灵更不用说 不用看属性 光这名字就已经足够上榜了 等哪天 白小生看到漫天花雨 发出孔雀灵时 那刹那间的绚丽时 把前十中的哪个 再挤后一位 就是他要苦恼的了 四件超级极品 齐聚一堂 在游戏里 已经算是相当辉煌的演出了 聚宝盆逐一看过之后 一脸的若有所思 似乎有点心生向往的模样 逍遥谨记老大的嘱托 不失实际地开导 只说了一句 非常简单 但又很带有诱惑力的话 怎么样 聚宝盆问道 你说你们今天还要去打boss 逍遥点头道 是啊 只是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刷 哎 没关系 要不我也跟着去看看热闹吧 聚宝盆这话 却是对着柳若旭和刘月说的 他知道 四人是一起行动的 虽然风潇潇跟逍遥这边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怎么的也得和这两人打个招呼 做久了生意的聚宝盆 甚会审时度势 柳若旭是打小就开始带人长大的 当然不会有什么意义 刘月也只是微微一笑 风潇潇又是很有派头的发号施令 走吧 现在就去 五人起身 准备一同前往襄阳城外的山谷 风潇潇跟逍遥 这才把聚宝盆正式地介绍给刘月跟柳若旭 两人都甚是吃惊 江湖首富啊 在游戏里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名气不输给四人 但是江湖上也都知道首富聚宝盆 是个专心赚钱的商人型玩家 从来不练级不练功的 因此 对于聚宝盆的巨额财富 江湖人都是羡慕 嫉妒却无人叹服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如果我不练级只赚钱的话 我也会是江湖首富 大家崇拜的是那种武功又高 又富甲天下的高手富豪 江湖中最具有这种资格的 应该就是金钱帮的帮主夺宝其谋了 可惜的是 夺宝其谋嚣张跋扈的性格 是最遭人厌恶的 因此江湖中 对此类人物的崇拜 处于一个真空地带 实在很难有一个财富与武功 都能让人佩服的人出现 聚宝盆的清宫自然是没得说 众人为了照顾他 本来有五党的清宫 最多挂个一党 还得时不时地挂一下道党 进了山谷就更麻烦了 聚宝盆在早期 属于江湖前列的等级 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下 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已 这样的水 怎么能进入入口处 就是七十级的NPC把守的山谷 四人商议下来 为了保障聚宝盆的安全 只能是杀进去了 就全当是练个急吧 回头招呼聚宝盆 却发现 他已经换上了一身 乌黑亮丽的铠甲 逍遥皱了皱眉头 对于聚宝盆 在游戏里的招摇的武将装束 他向来是比较反感的 风潇潇一瞅就乐了 聚宝盆的这身装束 他早就见过了 好像还有个什么名堂来着 聚宝盆看到众人 都用新鲜的目光望着自己 尴尬的笑了笑 好 这个 安全第一嘛 众人顿时就乐了 刘悦拍拍他肩道 放心吧 有我们在 没事的 而且可以趁这个机会 多升级级嘛 聚宝盆道 穿着也可以升级啊 刘悦笑道 你穿着动作就变慢了呀 逍遥说道 不用管他 他的动作不会再慢了 再慢的话就成负数了 刘悦复之一笑 不再多言 聚宝盆被四人护在中间 他每走一步 都会发出像战神金刚一样的金属摩擦声 众人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 都用更加新鲜的目光望着他 封潇潇忍不住问道 哎 你这盔甲是不是太久没用生锈了呀 聚宝盆说道 不是 是太久没用啊 我有点施展不开手脚了 适应适应就好了 如果是漫画的话 四人此刻的额头上 会出现陡大的一粒汗珠 刘悦对封潇潇跟柳若旭说道 你们俩就负责杀怪吧 这里是七十几的怪 你们俩应该可以轻松搞定了 封潇潇顿时哭丧着脸 老大 我一动的时候 不能出那招啊 刘悦一愣道 那你就或者他 我跟逍遥杀出一条路 说着 两人并肩飞出 逍遥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 清明剑呢 自己拿到手到现在 还没有正式地用过呢 因此他的积极性是非常之高 冲得也比刘悦要钱 轻气动衡 全部都是来自于逍遥的剑技 这柄清明剑果然很是了得 聚宝盆也是大开眼界 以前他和逍遥是朝夕相处的练集 那个时候 两人都是普通的武功 只不过逍遥的出手要快赏一些 现在历史变迁 时代进步 聚宝盆对武功的思维 还停留在远古时代 虽然没吃过猪肉 但是也见过猪跑 可现在这么威猛的猪 说实话还真没见过 聚宝盆没想到 当初的逍遥 现在已经强到如此地步了 而刘悦的表演 也在此时登台 圆润的刀光 像是洒出去的一般 看上去 似乎不如逍遥的剑法伶俐 但是击中NPC身后的效果 却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秒杀 这是四环跟抽刀断水的表演 是清明剑跟圆跃弯刀的表演 这些早就不是他们对手的普通NPC 被两人当boss一样对付 势如破竹 而柳若旭的双手也在此刻扬起 聚宝盆张大的嘴 只见竖刀不同颜色的光芒射去 像刺刀一样直指强盗的胸膛 竖刀消散之后 紧接着就会再挤竖刀 像绚丽的彩虹一般 如此华丽的招式 别说弹出打打杀杀好些日子的聚宝盆了 就是风潇潇 刘月 逍遥这些 一直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 也被震撼了 其实还不止他们 就连柳若旭自己 都被深深地吸引了 忍不住就想不停地发下去 而这山谷的入口 并不只有他们五人 玩家数量是与日俱增 此时 就有不少玩家在这练集 能来这练集的 大多都是冲七十级 或者是过了七十级 继续巩固的 也算是老江湖了 眼光自然是有的 刘月和逍遥刚才刀光闪耀 见其纵横 已经吸引了不少眼球 此时柳若旭的招式一出 这些眼珠子 纷纷就往地上掉 真的是太惊人了 成片成片崇拜的目光 目送着五人渐行渐远 末了当然少不了一通打听 哎呀 那伙人是谁呀 好厉害呀 不知道啊 超级高手啊 好帅啊 有九居襄阳的人士 总算能够认出来 那女的就是柳若旭 唐门的柳若旭啊 那个没出手的 就是萧老板 一销茶楼的萧老板 哇 是不是那个 一个人杀飞龙山庄的萧老板啊 就是他 不过好像是飞龙山庄追杀他一个人吧 哎呀 他那时盔甲真是帅啊 我说 你搞错了 没盔甲的那个才是啊 那个 你蒙谁啊你 那个破破烂烂的叫花子 是削了碗 点点 点点 一行五人 畅通无阻地直入山谷 凡是途经地方的打怪玩家 无不为之侧目 末了 唯有庆幸这么强的一伙人 不是来跟自己抢怪的 山谷已是渐走渐深 NPC也是越来越少 刚才徒经白腰带强盗的领地 昔日 被风萧萧当作暴死的这些普通的NPC 此刻 已经完全不能给众人制造麻烦了 一行人 都有着远超实际等级的功夫 风萧萧看了一路 不由得要拿萧瑶跟刘月做对比 江湖第一块剑跟江湖第一块刀 到底谁会更强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 两人的武功都强在一个块上 逍遥虽然新得了极品清明剑 但对出手的影响似乎是微乎其微 最终只是提升了一些攻击力而已 四环的攻击力 以前是不及抽到断水的 不过现在新得了清明剑 两人的攻击力 应该也差不多打成平手了 不过单从招式上来说 四环跟抽刀断水 恐怕不是一个档次 逍遥除了有好兵器之外 还有一个预见术的攻击加成 这才让四环 有了和抽刀断水比肩的威力 感谢观看 四环跟抽刀断水比肩的威力 感谢观看 四环跟抽刀断水比肩的威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